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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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水牡丹2》 琢琢琦 結合現代劇場元素 演藝歌仔戲人間國寶廖崇之老師 從雙十年華到高齡八十的人生故事 廖老師以86歲高齡登台亮相 用自己的故事 鼓勵每一位台灣女性 勇於追求自己的幸福與人生價值 我感覺說 我的一生 很有悲劇性 所以我感覺 我們現在 可以說 台灣局本 也一直 還不夠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感覺 我們人 不管 等到什麼 惡性 環境 就是要勇敢 去面對現實 歷經四年的規劃創作 集結台灣表演藝術界的精英 從劇本構思之初 便將音樂納入考量 更運用3D掃描科技 重現廖老師的舞台風華 廖老師 其實是86歲的高齡 我們如何透過科技 讓廖老師能夠在全程 都與各位同在 在一起在舞台上呈現 所以國樂團也很認真 去用了3D的這個科技 掃描的科技 把廖老師的風姿掃描 劍奏 在舞台上 《洞水舞台一》是比較 是屬於歌曲式的 但是這一次是一個戲劇 那文言虛是非常重要 兩位女性編劇 以及女性導演戴軍方 為我們做了很細膩的同籌 那這些黃金的陣容 搭在一起會如何呢 其實我們不知道 但第一次整排的時候 我們邊看邊流淚 《洞水牡丹2》著著其滑 將於4月30到5月1號 連續兩天 在台灣戲曲中心 大表演廳登場 台灣國樂團更特別邀請 蟬花工藝人間國寶 陳惠梅老師 設計服裝配飾 與開發文創商品 深化在地取材的品牌形象 也發揚台灣的在地文化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